一個交通事件 就一個交通事件 25位乘船的主角 就是女性勞工啊 怎麼會說跟女性勞工沒有關係 他是女性勞工 如果沒有要趕著去上班 勞動部長許明川 為了高雄25屬女事件補助案 在立法院和民進黨立委 楊耀互相槓上 這一碗 他如果要另外去 跟勞動 交通部申請 不需要 那是另外一位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你需要拍 拍陳其邁的馬屁啦 我沒有要拍他的馬屁 委員痛批 勞動部拿就業安定基金 補助高雄3000萬 是在拍馬屁 但許明川多次想解釋 都被打斷 最後乾脆走下質詢台 你因為我來自高雄 因為輸家在高雄 你說我拍 陳市長的馬屁 我覺得這樣子很 我覺得這樣的連結 未必太那個了 很有道理啊 委員你要這樣 應扣說我拍誰的馬屁 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謝謝 轉頭就走 氣氛瞬間凝結 沒想到這時台下的許明川 早已滿臉淚水 在座位上 平平是淚 表情更是委屈 眼淚絲毫止不住 面對委員要求繼續質詢 甚至落下狠話 老保可以可以可以談吧 老保 所以 我不幹了可以吧 許明川罕見動怒 儘管暫時休息後 重回質詢台 但看得出表情凝重 受影響的心情 一時之間難以平復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盛敬美 靜好新聞